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中央财经委员会主任习近平 7月20号下午主持召开中央财经委员会第二次会议 研究加强耕地保护和盐检地综合改造利用等问题 习近平在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 粮食安全是国之大者 耕地是粮食生产的命根子 要落实藏粮余地、藏粮余计战略 切实加强耕地保护、权力提升耕地质量 充分挖掘盐检地综合利用潜力 稳步拓展农业生产空间 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中央财经委员会副主任李强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财经委员会委员蔡奇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中央财经委员会委员丁薛祥 出席会议 会议听取了自然资源部、农业农村部、中央财办、中央农办、国家发展改革委 关于加强耕地保护和盐检地综合改造利用的汇报 会议指出 我们党始终高度重视耕地保护问题 党的十八大以来 党中央先后实施一系列硬措施 守住了耕地红线 初步遏制了耕地总量持续下滑趋势 同时要清醒认识到 我国人多地少的国情没有变 耕地非粮化、非农化问题依然突出 守住耕地红线的基础尚不稳固 农田水利方面欠账还很多 新时代新征程上 耕地保护任务没有减轻 而是更加艰巨 必须坚持问题导向、目标导向、尊重规律 因势力导、因地质疑、久久围攻 进一步加强耕地保护 会议强调 耕地保护是一个系统工程 要突出把握好量质病重 严格执法、系统推进 永续利用等重大要求 进一步采取过硬实招 要压实耕地保护责任 落实新一轮国土空间规划明确的耕地 和永久基本农田保护任务 确保18亿亩耕地红线绝不突破 要全力提升耕地质量 真正把耕地 特别是永久基本农田 建成适宜耕作、旱烙保收 高产文产的现代化粮田 要改革完善耕地占卜平衡制度 将各类对耕地的占用 统一纳入占卜平衡管理 坚持以补定战 健全补充耕地质量验收制度 要调动农民和地方政府 保护耕地重粮抓粮积极性 建立重粮农民收益保障机制 发展多种形式的适度规模经营 建立粮食主产区利益补偿机制 形成粮食主产区、主销区、产销平衡区 耕地保护合力 加强撂荒地治理、摸清底数、分类推进 因地质疑把撂荒地种好用好 要积极开发各类非传统耕地资源 加强科技研发和生产投资 探索有效发展模式 突破我国传统耕地稀缺的自然条件限制 对违规占用耕地进行整改复耕 要实事求是、尊重规律、保护农民利益 加强宣传解读、适当流出过渡期 循序渐进推动 会议指出 严检地综合改造利用 是耕地保护和改良的重要方面 我国严检地多 部分地区耕地严检化趋势加剧 开展严检地综合改造利用意义重大 要充分挖掘严检地综合利用潜力 加强现有盐检耕地改造提升 有效遏制耕地盐检化趋势 做好盐检地特色农业大文章 要全面摸清盐检地资源状况 研究编制盐检地综合利用总体规划 和专项实施方案 分区分类 开展盐检耕地治理改良 因地制宜利用盐检地 向各类盐检地资源要实物 乙种试地 同乙地四种相结合 加快选域耐盐检特色品种 大力推广盐检地治理改良的有效做法 强化水源资金等要素保障 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推动盐检地综合利用的指导意见 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中央财经委员会委员出席会议 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负责同志 列席会议 大力推动 短距离 大力推动 大力推动 炎